对于一名星空摄影爱好者而言,4月份可能是个比较繁忙的月份。 年辉的黄道光,璀璨的流星雨,以及绚丽的北极光,每一样都是手中相机该瞄准的物件。 尽管流星雨高峰期要到4月16日至4月26日,但从流星统计资料上看, 世界各地流星和火球出现次数明显有所增加,这可能就是天秦座流星雨即将到来的前兆。 根据国外流星网站的最新报道,北京时间4月9日15,01分,一颗巨型火球突然从天而降,快速划过波多黎各上空。 当地目击者称,火球发生了大爆炸,在那爆炸一瞬间异常明亮,如同一轮满月照亮了美国波多黎各大地。 其场面十分壮观和震撼,显然这又是一颗没有被监控到的小行星。 幸运的是,火球坠落和爆炸全过程被一位来自波多黎各的星空摄影爱好者Franc Lugino拍摄了下来。 Franc Lugino说,这个巨大火球,出现在波多黎各以南的加勒比海上滑过。 Lugino使用了地球流星体环境计算机模型,测算出该火球直径约为11米。 比尔库克是美国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。 他经常使用美国侦察卫星,来跟踪出现在地球大气层中的流星和火球。 比如去年12月份,在白令海上空爆炸的超大火球。 比尔库克表示,像这类异常明亮的巨大火球事实上并不罕见。 基本上每20天左右地球就会出现一次。 既然火球的出现竟如此频繁,为什么我们学很少见到呢? 比尔库克解释说,这是因为大约70%的火球,都在无人居住的海洋上空划过和爆炸。 并且还有一半火球出现在阳光高照的白天,我们自然看不到。 所以我们能看到的这类大型火球少之又少,可能一年才会出现那么两到三次。 我们地球即将穿越一大片碎片区。 这些大量碎片,由彗星C1861G要靠近太阳时掉落。 那么地球上空,也会同步上演一场难得一见的流星雨。 当然也有机会上演多个呼啸而过的巨大火球。 到时大家记得观看,错过了又要等一整年。 更有趣的科学探索内容,请关注唯一微信公众号。 有趣探索。